大家好,我之前拍了一个视频 关于为什么移民去泰国好过移民去加拿大 我那个视频是广东话的视频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说 你可不可以讲普通话给我们听听 所以我今晚有一点时间 所以我就拍一个普通话的版本 大概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讲普通话都不是太好 但是我希望你们听得懂 首先我想说我是一个房东 所以我每一个月都有收入 如果我去泰国住的话 我每一个月收那个租金 我大概六年至七年时间 我只可以有一些的现金 可以去加拿大买一个房子 那我以前的父母都是在英国住了 他们在英国买的房子就工了三十年 对,他们就是工作了三十年 然后就可以买到一个英国的房子 那所以从我的角度去看 从一个钱的角度去看 如果我的目的是想要一个房子 我肯定不会去加拿大去打工 我肯定会选择 我去泰国 我在亚南去玩 玩了六七年了 然后我自动就有钱 可以去加拿大买一个房子 那个方法比较快一点的 然后我讲的一点就是呢 很多人因为他移民去一个英语的国家 会对小朋友好 但是我也想说呢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 走2002年的时候呢 去英国读书 就发了一点钱去英国读书 当时的时候呢 那个新典肺炎之后呢 香港的留价是大概150万港币 如果他不去读书的话 然后他将他的钱 就投资房地产的话 他可能今天有400万 或者500万港币 但是他他之前去读书 他他投资那些那些钱去读书 那但是后来呢 他没有四五百万嘛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看 如果去读书是一个投资 买房地产也是一个投资 我个人认为房地产那个投资 会好过去读书 对了 而且现在是流行那个人工智能 所以今天的人 如果他发很多钱去读书的话 他在未来可能也找不到工作的 也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对我来说 从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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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去看 我觉得投资房地产会好过 投资去读书 然后呢 我这提的第一提的什么东西 有些人就说了 如果去外国读书会快乐一点 这一点我认同 如果你想比较香港跟加拿大来 你两个地方来比较的话 我当然觉得在加拿大那个环境啊 肯定快乐很多嘛 但是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两个地方 这个世界上很大的 不一定是英语国家 很多国家都很快乐 很轻松的环境 而且我提到一点就是 如果你想往看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美国人 在 有一个美国人在南美洲长大 他一样会讲英语 他父母是美国人 他会讲英语 另外有个美国人在泰国长大 他会讲英语 没问题 只要他家人跟他讲英语 他就会讲英语 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四川长大的 他会讲普通话 而且会讲四川话 而且也会讲英语 所以我想说 无论你在什么国家长大 你说俄罗斯也好 蒙古也好 缅甸也好 只要你的父母 本来那个文化水平很高 然后你的英语水平比较高 那个孩子自动都会英语的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来的 而且如果你想你的孩子 有一个很轻松的环境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有国家都有 有国际学校 只有你 你发那个钱去读 那个国际学校都没有压力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然后我提到一点就是 一般的中国人 如果他移民去加拿大 挖着任何一个英语的国家 他们压力比较大 所以他们都要赞钱 要工作 那些东西 那他赞钱工作 他是不是没有时间去失教 对吧 那到最后他都很痛苦的 他移民去加拿大 然后他住三十年四十年都是工作了 除非你很有钱 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 讲到泰国 泰国的面子是英国的两倍 人口都是六千多万人口 泰国的人很多地 如果你说后代来说 就算你很穷的泰国人 都有地的 在泰国呢 他们是说一个Rai 一个Rai是等于一千六百平方米的地 就算最穷的泰国人 都有一个房子 跟一个Rai的地 所以他们不会饿死的 我觉得 就算你有孩子的话 你去找泰国人 或者 在未来你找一个越南人结婚也好 他们肯定有 我不是说他们是很有钱 我只是说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 还有自己有一个地 他们不会饿死 然后我说的一点就是 如果大家都有两百万 我要两百万人民币现金 假如 我要两百万 现金人民币 你也有两百万 现金人民币 你就选择去加拿大 你压力肯定很大 但是我那个两百万 去到泰国 或者东南亚银河的国家 我肯定是很轻松 肯定是很快乐的 然后我提到一点就是 其实中国人呢 就去到加拿大了 其实因为他们就是想赚钱 所以他们也不会跟帮地的人 白人一起玩 有可能他们英语水平不是太好 但是就算他英语水平好 他可能不会找那些人一起赐教 为什么呢 他因为他要赚钱 他们住的圈里面 中国人的圈里面 他都要赚钱 他要劳力 因为中国人很讲那个面子的 他们很怕别人比自己有钱 或者怕别人的孩子读书 比自己的孩子读书好 所以他也就是有那种压力 然后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想承认结尾事 但是中国人去到那个四方国家 可能也会歧视一些皮肤比较黑的人 所以那你去了那个加拿大 你美钱的人 你也不会跟他一起 如果你皮肤黑一点的 你也不会跟他一起 那你可以跟什么人一起呢 你只能够跟你自己的中国人 一起交流 一起交朋友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中国人去到加拿大 或者去到美国 或者去到英国 或者去到澳大利亚也好 他的朋友圈是什么人呢 那如果你想找一个女朋友 你会找什么女朋友呢 你会找一个男朋友 你只能够找自己人 如果你从一个中国的女性的角度去看 一般的人 我不是说所有人 一般的人都是要看钱的 那什么人会有钱呢 只有你自己中国人的男人有钱呢 因为他们劳力工作嘛 你只能够选择那种人 那你对于一个中国的男人来说 本来中国的男人的心裁是比较矮一点 四方的女人是比较 心裁比较高一点 所以中国的男人也不会选择外国的女人 那你最后来说 你的朋友圈是很小 很窄 你选择男女朋友的选择 已经都是很小 但是如果你在亚洲的时候 泰国人可能会黑一点 但是起码他们那个心裁高度 各样东西都跟中国人差不多 如果你去越南的话 你去那个日本的话 他们肯定会差不多一样的 对吧 我应该我在那个广东话版本 所讲的东西 所提到的东西 应该我已经在这里用普通话 重复了一次了 好了 我那个视频呢 我走 因为我起码本来不是很有时间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对我的 我说的东西 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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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